司法要独立 执法要公正 在执政党主导的立法 司法服从于执政党的国家 执法还能公平吗 公平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追求 我们不会忘记 中国政府公开承诺要立法为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而60年来 中国公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宪法的保障 中国的宪法成了一纸公文 现在我们有权要求中国政府兑现承诺 请大家跟我一起高呼 司法要独立 司法要公正 建立公平社会 中国民主党主张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因为当立法 行政 司法三大体系权力相互制衡 各自独立 不受外部干预的时候 才能共同维护宪法的权婚性 保障宪法与公民的权利 只有在司法独立 司法公正 自由平等的社会里 中国人民才能尊严的生活 谢谢大家